同样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台北市的东区历经疫情冲击 沉浸了好一段时间 而大巨蛋启用将近半年 是否有带动东区周边的经济景气呢 商圈理事长透露 半年来有78家店开幕 人潮成长五成 而如今大巨蛋主题餐厅 首播有9家店 将在30号开幕 备战这周末的魏群龙主场系列赛事 而里头的餐厅也抢先曝光 未来也可能和球队合作 业者就日估了 一年将会创造8亿元有收 大口吸着热腾腾的道地拉面 日本连锁餐厅进驻台北大巨蛋 搭造全台首家旗舰店 请来日本师傅 做出其他门市吃不到的料理 你可能是穿球衣进来 会有不一样的优惠 或者说我们会针对比赛本身呢 推出限定的 适合球迷外带进场专用的套餐 飞行外套飞机模型 就连飞机上的送餐推车 都搬到店里来 烧肉店与航空公司 也联手打造餐厅 更有国务集团也来 瓜分大饼抢工看球商机 目前定位在假日部分 已经高达差不多是9成满 未来也不排除 就是在整个赛事结束之后 也会跟我们的主场球队 来做相关的合作 大巨蛋主题餐厅 从早午餐到宵夜都有 首波9家店5月30日开幕 其他店家陆续登场 一共会有14家主题餐厅 又打造出台北市 东区最新美食聚落 和信义区做出区隔 台北市的蛋黄中的蛋黄 其实呢 这14个餐厅 一年我们的营业额 要达到8亿元 昔日东区碰上 疫情沉寂一段时间 而大巨蛋落成半年来 是否有成功带动 周边经济效益呢 比照去年的话 人潮增加4到5成 我7月 包含药装跟超商 都一直在询问 11月开始到现在 我们算过大概 进驻的新店家 78家左右 大巨蛋周末将举办 终植卫全龙主场系列赛事 庆祝的餐厅业者们 加紧备足食材和人力 也将迎来首波考验 在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道